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定有路可以走 有兄弟两个人出去经商 遇到了强盗 钱财被洗劫一空 归途遥远 绝望了想自杀 他们一辈子赚来的钱全部没有了 他们到大博士去找禅师化解 禅师问道 我知道你们两个现在一定很绝望 他们说是 禅师说 我问你们 你们被抢走的所有的财物还能回来吗 他两个摇摇头 禅师说 那么你们眼前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绝望 一条是希望 如果你们选择绝望 那恶人抢去了你们的财物 还抢去了你们精神 那样你的损失就更大 如果只是抢去的财物 只要心里有希望 你们的心中 钱被抢去 但是心中 一样可以重新铸造一个未来的希望 结果他们两个人在庙里做木匠 慢慢的接了很多的盘缠 选择了希望 重新开始做生意 希望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不管做错了什么 不管我们过去做错了多少 把一切的过去 全部失望变成希望 因为我们还有美好的明天 展望未来 无限美好 拥有希望的人 那才看得到佛法的存在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